接下来我要讲一下关于学习的一些心得 这个学习的心得我又准备了另外一张图 我自己写的思考图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谈学习 我这边找了好多本书 这边首先先给大家介绍的其中一套书 这个就是行为设计学 行为设计学分成四本书 分别一个叫做峰值体验 还有一个叫做怎么样建立习惯 建立习惯今年还有一本很红的书叫做原子习惯 就是教你怎么样子去建立一个好的 把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然后还有一本 我直接收信给大家看好了 比较快 行为设计学它这个有简体版 简体版的话比较完整 因为它是整套四个系列都完整弄好的 它大致上是在讲说 你的一个体验怎么设计 然后你要怎么样子去设计你的话语 才能够让人家记得比较久 你要怎么样子过滤讯息 让人家愿意接受你的讯息 而且它留存在心底 并且它会执行改变 大致上是在谈认知科学的东西 这套书很有趣 基本上你看它 你就会发现它跟学习很有关 那我先来讲 第一本它叫做学会改变 学会改变 学会改变这边有一件事情 我就大略跟大家讲 这个就从这边给大家整个理过一遍 它首先讲的第一件事情 叫做大象跟奇象人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大象跟奇象人指的 大象就是你的情绪 情绪 然后奇象人呢 是你的理性 OK 那它做了一个实验 什么样的实验呢 就是它让两批人 这是A 这是B 这两群人 然后他们都待在一个房间里面 他们待在这个房间里面 然后这群人呢 他面前只有胡萝卜 有一堆胡萝卜 然后这边呢 中间有超多的那个美食大餐 然后这些人已经被饿了八个小时 被饿了八个小时之后呢 A这群人他不准去吃大餐 他只能想吃只能吃胡萝卜 B这群人呢 他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所以他可以尽情的去拿大餐来吃 这样子经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他让A跟B这群人去做什么 做数学 去做数学 数学题 很难的数学题 而且这个数学题 它是一直一直出来的 可能有十几二十题 然后三十到四十题 他做什么实验 他想测试A跟B 这两群人 在前面 他需要用意志力控制自己 只能吃胡萝卜 跟不需要意志力去控制自己 可以尽情吃美食的情况下 最后他们的意志力 可以让他们支撑 做数学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他们做的实验是这样子 A这群人 他因为前面意志力都用在控制 我只能吃胡萝卜 所以呢 他的数学做到第八题左右 他就做不下去了 他就不做了 不愿意弄了 这些人没有被控意志力 没有被消磨 所以这些人一直做到 大概二十五题 也就是说 意志力其实是一条固定的写条 你今天把意志力用在早起 那你到办公室 你就变成了一个白痴 因为你昨天熬夜了 你今天控制用意志力早起了 但是你已经没能量了 或者是 你今天你说要 你说要运动 然后或者是你要减肥 那因为减肥要 克制食欲 又要强迫自己去运动嘛 那大部分的意志力 是没有那么强的 你可能只能做到其中一项 另外一项就崩溃了 你就溃体了 对吧 所以他又讲意志力 也就是说 其向人的能量 他发挥 他发挥控制能量 他的替身能力只有三分钟 所以是没办法 长期的控制大象的 你可以想象就是迪奥 迪奥他的世界 就是啾啾里面那个迪奥 他的世界 只能三秒对吧 大概就这种感觉 你就算你靠着蛮力 你要停止 你要停止 停止时间 你也只能停止三秒钟 那他就提供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改变 其实这就是人生哲理 改变 不是直接靠理性去做的 你一定要先给他一个 很震惊的情绪理由 然后呢 你要提供他一个很简单改变的方式 给他一个简单的指示 并且营造容易达成的条件 好 我这边说个故事给大家听 也是书里面的故事 我觉得很有趣 他就讲啦 讲什么 讲说 他叫人们要减肥这件事情很难啊 要减肥这件事情很难 他们说一杯全脂牛奶 我数字可能会有错 但是你就听大意就好了 全脂牛奶 他想跟美国人说 喝全脂牛奶很肥 你需要健康饮食 你会发现健康饮食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要健康饮食 但是健康饮食这件事情 讲再讲 你还是觉得到底我要怎么做很麻烦啊 要决定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健康饮食这个理念 这个倡导是没有用的 几乎都没有用 那他们发现其实要怎么做 OK 首先你要先让人们 先能够清楚的视觉化 或意识到全脂牛奶到底多肥这件事 你跟他讲说一杯全脂牛奶有7克的脂肪 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感觉对吧 那他换了另外一个方式 他换成一杯全脂牛奶 这样的量 大概等于四片培根的脂肪 然后这样子指出来 忽然人们就吓一跳了 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实验室 他跟人们说你一桶爆米花 吃下去的脂肪量 大概等于你从早上吃披萨 然后你中午吃炸鸡 你晚上喝可乐 然后再吃起司焗烤 等于这样子的脂肪量 人们就忽然情绪震惊 你的大象忽然 就是那个感性忽然被震惊到 那你这次就跟他说 一个明确的指示 让他的旗向人比较好指挥大象 怎么说 他就说那你就少喝全脂牛奶 你买第一脂牛奶就好了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示 明确的指示 他就知道那我就少喝就好了 接下来呢 他们把超市当中的 超市这边的 所有的全脂牛奶 减少一半 剩下都是低脂牛奶 一堆低脂牛奶 那这时候不就是变成 比较容易达成的环境吗 你去买的时候 几乎都只看得到低脂 你在家里 你不要放零食 你就不会一直吃了嘛 大概是这样的书 不是你的大象啊 你看你们这些人 就只会想到那些东西 你的是小象好吗 蚯蚓 自己称自己是大象 别傻了 好不好 所以从这边我们知道了就是学习本身它是怎么样子被控制的 所以我们提供了 就是你看嘛 学化化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那我们现在把学化这件事拆掉 不是学化化 而是你要通过第一堂课的作业 你要通过第二堂课的作业 第三堂课的作业 你靠着通过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明确的指示 然后我们提供了好的比较详尽的攻略 接下来呢 从情绪 呃 这边 助教们用情绪称 就是引导你 跟你说 你好棒 你这个东西做得不错 助教们已经被训练成一个称赞机器了 所以它会给你非常多的正反馈 那来让你能够学会改变 再来呢 这第二本 这本也很有趣 叫做最高学义自用法 最高学义自用法的 的书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剪地板有没有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 我们上次的 我们去年年底还做集训 要大家学怎么样称赞人 对 就是夸夸群 没错 我们应该去收夸夸群的训练 你真棒 你这表现真的太好了 你这条线看起来就是有天分到不行 OK 最高学义自用法是这样一本书 它是两页唯一单位的 它会教你怎么样输入跟输出 这样输入跟输出 那这个输入跟输出主要在讲什么呢 我看到有几张图是 就是我有把它截图下来 我觉得还不烂 是这样的 首先 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在之前的上课曾经有提过 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件事 这个书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在上完课之后 你通常你上课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东西都听懂了 但是它其实是在你的脑海里面 在你的脑海里面 以一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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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 这个一点存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我讲一个概念 可能大家都会有故事有经验 就是你今天你想要讲 你要上台讲演讲 你要做上台报告 结果你要做上台报告的时候 你本来觉得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了三十几页 你都知道该怎么说 你的脑袋这边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你之前都觉得你的脑袋 是知道这些事情的 结果一上台之后 你会发现忽然 忽然 这里的 这里的这些文字啊 顺序 全部都变成了 放射状模糊 整个都不见了 所以你的脑袋里 本来以为有东西 然后在你上台的时候 这些东西全部变成混乱的 对 然后你以为这东西 它有时候还会这样子 你本来一二还很顺的 结果忽然三不见了 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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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停住了 后来这边顺序 全部都变不见了 就是这边 这是五吗 这是七吗 这是六吗 只要有一个东西卡住 你就不行 所以你事前 你要怎么做 你就必须要讲过 因为我们用讲的时候 然后它会从 点状的语意记忆 变成情节记忆 因为会有前后关系存在 像我今天这样跟你讲的 你就可以回去 或者下了课之后 马上的 就是自己讲一遍 或讲给别人听 当你在说明的过程中 这些知识点 它才会赏出分支 神经元才会连接 然后它正确的顺序 才会产生 这样正确的顺序产生 你才是真的能够记得比较久 不然都是点 它很容易就有一个点 它就给你藏起来 或者它的透明度会降低 真的啊 在我脑袋里 我之后就是这个透明度 变成这样子啊 妈的 就看不到啊 我今天上课前就练习一遍了 才能讲这么顺 你不要只记得说 Keta今天上课的时候 说我们不是大象 说我们是小象 还说我是蚯蚓 不要只记得这个好不好 我刚刚是想到我妈妈 所以我就说妈妈 我在讲课的时候都还想着您 是这样子的 你们可不可以 就认真一点 OK 所以过去发生的事情 你把它讲成情节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忘记 讲成故事通常都不会忘 它里面提了很多这样的记忆的方法 那他提几件事情 就是你讲 你今天你输入本身是 输入是比较不重要的 输出才重要 输出就是你试着讲 你试着把今天听到的东西 或者你把这些看到的书 看过的书 你都讲给人家听 当你能够讲的时候 你能够讲的时候 你才真的开始把这件事情 融会关通 因为它必须重组 你看我今天其实是把 四到五本书的量 全部用我的方式 重组一次 演绎一次给你看 给你听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就是输出 而且我输出三到四次之后 我就会记得很熟 因为有一件事情 他直接就写了 大部分的记忆 在两周内重复被使用 三次以上 才容易转成长期记忆 然后有一件事情 叫做鸡尾酒效应 鸡尾酒效应是说什么 就是在鸡尾酒 鸡尾酒会的时候 你跟这个人在聊天 有一群人在 有一群人 你在参加鸡尾酒会 结果你忽然听到 蚯蚓 两个字 因为蚯蚓对你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单字 你可能常常被人家说 是蚯蚓 所以呢 你就忽然在 东张西网 是谁 是谁在讲蚯蚓 是不是在说我 这个就叫做鸡尾酒效应 可以理解吗 这个就叫做鸡尾酒效应 或者是 你会听到有名字 叫你的名字 你就会特别注意 也就是我们人大脑 会自动过滤一些讯息 过滤到不重要的讯息 之后 只听到重要的关键字 于是你在上课之前 大部分人会跟你说 你要带着问题去上课 因为问题当中会有关键字 然后你听到关键字之后 才会比较流心 比较提升 你记忆会比较多 所以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不要只记得蚯蚓这个关键字 要记得我现在讲的 带着问题去上课 他就说是鸡尾酒会里面的一个 明显的现象 很吵杂的鸡尾酒会 然后如果有人 讲到你的名字 你可能其他人对话内容都没听到 你就是听到好像有人在叫你 这就叫做鸡尾酒效应 鸡尾酒效应 是你心里有一些 就是你有特别关注的一些重点 你就在那个时候才会注意到 有一个说法是 你今天本来你自己没有在买包包的 你没有在注意名牌的 然后你有一天你去买了滑板鞋 是Nike的滑板鞋 你才发现忽然路上很多人都穿Nike 你就觉得到处都是Nike 但之前你是不会注意的 对这样了解吗 然后名词记忆转成情境记忆 名词多半是单个知识点 情境记忆会包含人事实地物 所以你会记得更久 接下来呢 丰直体验这件事情 他会讲怎么样子记忆会比较深刻 指的是会在生命中留下片段画面的 多半是具有强烈情绪冲击的场景 平庸的片段即刻就忘 这里讲的就是也是人生道理啦 你很多记忆啊 很多事情要被记住 都要在有仪式感的场合 比较重要的场合 或者是第一次体验的场合 你才会被 就是才会对那个画面印象很深刻 所以他提到的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课程设计中就做什么事情 你交作业 你参与这个开营仪式 你去 你把作业全部完成之后 得到的好宝宝的称号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仪式感的设计 让你在这里有非常多的高光时刻 你觉得自己完成的某些事 你会被记住 那个 某个人忽然跟你说 哇 好可爱的蚯蚓 这个时候你也会印象深刻 因为你是第一次被称呼为蚯蚓 这就叫做出乎意料 或者是新鲜感 或者是 就是第一次的那个片段 会容易留下记忆 那为什么要谈这个 你对待 我这样讲我自己的生活故事 就是刚开始和女朋友 或者我现在老婆交往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体验 都是我们花了很多心思 去筹划一场约会 所以这场约会 你的心情会特别好 有高峰 有低谷 有起伏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会比较容易记得这件事情 在十年后我回去 我还可以想得到 就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或第二次约会的那种场景 第一次接吻的场景之类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经过 你就不那么用心去安排 不那么用心的在你的生命片段当中 制造出一个值得记忆的记号点 如果你没有花心思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的生命就会变成过去回忆这一段 你都会觉得这段好像忽然就过了 因为这段过程当中没有任何值得你去记录的事 那就有很多人从25岁之后忽然觉得时间飞快 为什么 因为25岁之前 你人生中大部分的第一次都集中在25岁之前 就是第一次独立自主 第一次交女朋友 第一次告白失败 第一次失恋 都集中在25岁之前 所以你的人生片段 你会发现浓度跟密度都集中在这前面 我非常推荐看这本书 很有趣 那它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啊 我们要制造 我们就是在设计任何的产品 设计任何的课程的时候 都应该要有情绪的设计 你要设计 就是你要想着 你的学生 你的用户 他会怎么样来体验你的 就是你这个教学系统 那里面就讲了一件事情 讲什么呢 大部分的练习 你看哦 篮球之所以会让人家一直练习 一直做下去 其实是因为很多时候篮球有比赛 篮球有比赛 你会因为比赛那个时候可以检定自己 然后你如果比赛赢了或输了 都是一个情绪高峰场合 但是我们的教育始终停留在 不间断的练习 从不进行比赛 所以呢 讲一下假如没有竞赛 会有人想加入篮球队 加入校队吗 所以什么才是适合学生的比赛 他就讲了 其实大部分的练习都是枯燥的 你的情绪会掉到低谷 好多时候是枯燥的 唯有固定有比赛 你才能够提起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能够再接再厉 让自己能够证明 这段时间的练习是有用的 不然你把这东西改成 把这个去掉 写成创作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你的练习 最好要搭配着创作去实践 你才能证明这段时间的练习 是有用的 像我们的作业 就是L1到L7 基本上都是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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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特定目标练习 但是第八堂课 我们会综合前面的这些知识 要你在第八堂课做出一个成果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赛 所以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你要积极的体验 因为你主动的去收集 并且完成了一件事情 它得到的正反馈 是非常非常高的 大部分的练习都会让你带来枯燥 所以只有练习没有创作的人 他就会遇到一个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就是K大我要练习到什么时候才够啊 没有练习够的 你大部分的练习 其实就是漫无目标 或者是很远很远很远的 就是为了很远的将来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个人后来发现不建议你这样做 也就是说 一般说的基础练好了 再创作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问题的 你必须练一练基础 然后就去创作 再练一练基础才撑得久 不然大部分人都撑不久 一直创作 你就很容易遇到你的技术极限 然后停在舒适圈里面 所以这边另外有一本书叫 打造超人学习 它里面写的一些系统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叫做怎么样让自己对学习上瘾呢 你可以体验一下 就是我们这次的课程的设计里面 L1到L8 如果在难度有经过控制的情况下 你可以确认自己这件事是做对了 就是画画这件事情 就是某个作业你做对了 你有得到正确解答 初期我个人觉得在教育的时候 你可以设计这样的环节 让学生他可以明确的拿到答案 确认自己是对的 因为这件事情会让他建立信心 而且能够建立一个运作的框架 那当然现实的 现实社会的模组是很乱的 是千奇百怪的 但是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 比较安全的沙盒 让学生们在这里面先练功 让他的等级建立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这个叫做正反馈环境 对学习上瘾 我觉得你可以体会一下 我们这次课程中 助教给你解答 跟你说大概该怎么做 然后大概要怎么样子 创画要怎么改 然后你透过好几次的改进之后 你终于助教跟你说你画得不错 你这个作业可以了很棒 然后你得到正反馈的感受 这就是环境本身的重要 我们说实体班的环境 比网路班来得好 很多也是因为实体班的氛围 比较容易得到周遭同财的正反馈 或者是同财觉得你画得不错的 那个眼神 那个讨论会让你更积极向上 所以对学习上瘾 学习本身的快乐这件事情 学习本身是快乐的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的学习都是不快乐呢 为什么我们之前的学习都是不快乐 这本书里面有提几件事情 我觉得蛮有趣的 它说到就是之前的学习不快乐 我们就说吧 我们所谓的K12学习 K12学习不间断地练到18岁之后 18岁那一年你的记忆达到了高峰 你的记忆力达到了高峰 结果在19岁你进大学之后 你18岁的那些高中的数学 高中的化学你还记得吗 是不是全部都忘光光了 为什么这样子会忘光光 是因为大多数的老师 其实就是那种 学校老师他受到的训练 是为了老师本身的KPI 老师本身的KPI设计的 所以老师KPI是什么 你短时间能够记住很多东西 然后你考试可以考得到很多的成绩 所以他们的设计并不是 为了设计 让你在日后能够经常应用 能够经常应用这件事情 它并不是为了这件事情而设计的 所以它是为了你能够记住东西设计的 OK记住东西 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讲的 怎么样子的 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 比较容易记住东西 记住东西比较需要的 其实是重复再重复 也就是叫做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你上大学之后 你就不会再用之前的东西了 然后之前的东西又是一直用 强迫式的那种 就是刻意塞进你脑袋里的 刻意练习 重复月 就是考完要评量 考完要回归这些东西 重复的让你做 但它不是你有兴趣的 不是你经常会用到的 所以你就是硬被塞进这些知识 当然就学习就不快乐 你去学你有兴趣的东西 并且经过了 并且经过了设计的课程 让你能够遵照的应有的难度 逐步打怪升级 它应该会像是游戏一样 像是游戏一样 而且这个游戏应该不能像是 游戏或黑魂那种 因为游戏像游戏或黑魂 那很多人会在 会塞掉大概70%的人 一开始就放弃 你可能难度要稍微控制 然后这时候的学习 就会痛病快乐者 痛病快乐者 然后痛病快乐者 你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趣 虽然有些地方会有挫折 但是通过了很有成就感 这才是学习 我觉得应该有的样貌 那应该有的样貌 它里面就提了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怎么做呢 我们自学应该怎么做 这里讲了一个 你习惯黑魂怎么办 没关系啦 你已经被玩坏了好吗 OK 自学基本上是自救 所以我这里说一下 你看他这边讲的这个顺序 我整个用一个 我这边写的方式给你说 首先是这样子 刚刚我们不是说你要先写问题吗 就是你在 学一个课题的时候 你自己先写问题 先问自己问题 就比方说透视你想知道的 有哪些东西是你不太知道的 你不要只写语言透视啊 救命啊 只写语言透视 那我先给他打一个巴掌下去 然后先写问题 写问题的时候 你写三到五个问题 可能就会累得出一些 就会出现一些关键字 然后出现了关键字之后 做什么事情呢 出现了关键字代表你在上课的时候 就容易有鸡尾酒效应 因为这几个是你特别在意的 对吧 鸡尾酒 然后我们对这几个关键字 如何更全面的展开 你可以先用搜寻引擎 去展开这几个关键字问题 你就会看到有一些讨论嘛 然后看到这些讨论之后干什么 这些讨论有了之后 你就去 你可能会对这东西比较了解 比方说我现在这样子 我先写行销我想知道的问题 他可能有些行销的数据 什么叫做社群营销 什么叫做口碑行销 什么叫做AB test 什么叫做销售漏斗 什么叫做私欲流量 好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之后 你就直接可以上网搜寻相关的书 因为书可能是更整体的对这东西 就是做一个详尽的解答 然后你不要把整本书看完 你先翻大纲 从有关键字的地方开始看起 比方说我想看私欲流量这个东西 就是比方说像QQ群这种 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群组 OK私欲流量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就会看到书中会有这一个章节 是讨论这东西的 你就只要看这个章节就好 然后看这个章节 可能你会有点看不懂 所以你在往前往后各看一章 这样子通常他周遭相关的东西 你会有点了解 然后有点了解之后呢 你就把书本当成是搜索引擎来使用 带着问题去翻书 从大纲找线索 不要整本看完 不要给自己压力说 整本一定要看完 我们把书当成是搜寻引擎 先看重要的 你需要的就好 看有需要的 接下来呢 你大概看了三到五本书 或者是你建立的 我们就说文字量好了 你建了一万字左右的那种文字输入量 你就会对这件事情稍微有个认识 你心中的框架 那个点可能就会流 就会出来了 这个框架出来之后 有这些知识之后 你在做什么事情 你再去用讲的 就是或者是你去真的 比方说画画 你去真的画过几次 执行过这个流程 执行过这几个流程之后 你就会发现他的流程图的走法 然后大概一般来说 这个流程你试了一次 你会有点记忆 第一次是记忆 就是会忘记 你可能走到这边 你就忘记 接下来要怎么走了 所以我们要再复习一次 第二次你再走 你就会知道该怎么走 第三次 你就会做得非常快 就是你的流程 你就会很熟 流程熟 你的身体会协助你记忆 这时候你的 你就可以 可以说是初步 你把一件事情 吸收完毕 这个东西 现在可以了解吗 把东西学习完毕 就举个例子 你起脚 你去骑脚踏车的时候 或者是你煮饭 你学煮饭 你一开始的流程不顺 但是你照着流程 你还是可以做得出来了 一道菜的 照着食谱做 你是可以做的 结果第一次做 你是不熟的 第二次做 你对刚刚的流程 你比较熟悉的 第三次做 你就更熟悉 我们这次课程的作业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我举个色彩课的作业 给你们看 你看一下我课程 是怎么设计的 看一下时间 我时间掌握的还行 只会稍微脱淌一点点 没问题 点多10分钟 好 我们的色彩课 第一堂课的作业 是这样的 首先 我给了同学 一个初操的版本 这个初操的版本 这个版本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图层 全部都分好的过程 图层全部都分好的过程 我要同学去试的叫做流程 叫做流程 那这个流程做什么 这流程 我就让同学用我的底图 这个东西是底图 用我的底图 然后你只要完全用我的档案 照着操作 如果流程没错 你应该可以得到一个 一样的结果 所以这个流程不是要让你学会画画 要让你知道 顺序是怎么样的 就是哪一层做什么 哪一层做什么 这每一层的作用 好 这个作用你了解之后呢 我们这时候要用科学实验的方式 怎么做 它总共有几个叫做 我们叫做底图 底图 然后第二个叫做压暗 就是环境 第三个可能叫做光线 第四个可能叫做透光 好 这四个步骤 是我们实验的步骤 我就跟同学说 我们现在来把第一个变量 把它改变看看 我把底图改变看看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给同学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底图变得比较精致 所以你这两个流程 是不是操作都顺序都一样 但是底图不同 它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 对吗 可以理解吗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只变一个参数 就是把底图变了 对不对 那再来就做什么事情 流程都一样 这个底图让同学自己画 如果同学自己画的话 它可能就可以画成什么样子 它自己画 就会有像是 这个是我们大学助教当时画的版本 哇 你看它就变成了自己的底图 它自己的底图 一样是粉红头发 白衣服 然后侧边的光 它换了一个角度 但是其他的东西都没变 这就叫做三板斧 我用三次的流程 让你记住 而且循序渐进的控制难度 让你明白每一步骤在这环节当中出现什么效果 这样可以了解设计背后 作业的设计背后本身的用意吗 那你这东西流程懂了 你接下来这个概念懂了 你就会开始用比较科学的操作方法 什么操作方法 如果我把底图 一样用K大的底图 但是我这个头发 我把它换成绿色 它变成什么样子 其他东西都不变 哇 绿色或蓝色头发 原来是这种感觉啊 如果这个头发变成了绿色的话 它又是什么感觉 原来是这样子 你这样不就像做实验一样吗 它就变得很科学 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拆出来的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照着流程操作 而且通常要两到三次 把这个流程记住 你自己的脑内那个神经元才会连接 接下来 你记住这东西的时候 你的脑袋才会清空 因为本来都是你的 本来都是脑袋在印记这些知识 结果现在这些知识 有一部分让你的手去感觉 让就是你的身体协助你记忆了 你的其他知识点 就是这时候才能够把更多关于光啊 关于色彩啊 那些抽象理论 或者是没有具象画面的那些理论 塞进你的脑里 我们的学习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所以脑力在协助身体掌握流程 身体记住流程之后 大脑可以释放更多记忆体去转化 抽象知识 再进到脑里 所以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好 流动的过程 那我们综合讲一下这个心得 这个心得是什么样 其实啊大脑对于记忆这件事情超级功利 会被重复使用的知识 会经常出现的人才会被记住 所以远距离恋爱就非常难 因为不常出现 你就很容易被忘记 在身边的总是显得比较重要 所以你看哦 什么样的情况容易让知识重复运用呢 猜猜看什么样的情况 知识容易重复运用 通常就是两个 第一个你工作中用得到 第二个你生活中用得到 所以你现在学习 这个年头资讯太多了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你反而应该要先从你学的地方 你资讯你学习的地方先做筛选 有一些不必要的资讯 对你来说现在太早的资讯 先删掉 举例来说你线都画不好的时候 你这时候去吸收一些厚图的知识 或者是你去吸收一些 就是写实绘画 那种场景大场景 这些东西的知识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连线都画不好 那些东西你现在用不上 你学了也会忘掉啊 跟自己有关 不会太遥远的知识范围 才是你应该锁定的 好 那这个锁定 怎么锁定呢 锁怎么写不管 好 怎么样锁定 马上用得着 或者是在一两步之遥 也就是大概下一阶段 或下下一段就会用到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 你看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 我的举例目前就很抽象 你可能就没办法连接 这个抽象的叙述 你只会大概懂 我现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给你听 你要学习我会建议你用创作作为你的目标 举例来说 我最近想要画一张 人 跟 就是有画面中 有人弯腰挥砍 武器的 挥砍一把大刀的 画面 人挥砍大刀 所以我的创作目标是这个 我最近的人体练习 就不需要去画 举例来说 人在奔跑 我就不用先练习人在奔跑 我不用练习人在奔跑 我也不用练习 人是 就是挺胸的动作 人挺胸的动作 这两个动作因为 对我目前的创作都派不上用场 对吧 所以你要练习的 你可能就是集中练习是弯腰的动作该怎么画 我集中练习人体就是像这样子弯腰的动作 像这样弯腰的动作 那弯腰的动作我要这个角度去画呢 还是说我另外的角度去画 侧面的角度 或者是这样子侧面的角度 侧面 侧面两只手拿着武器的角度 OK你这个地方你专门练弯腰的动作就好 甚至练弯腰的躯干 接下来你就在练什么 两只手拿着武器的那个动作 到底这个两只手他是怎么样拿着武器的 可能这样子手这样拿着武器 这个拿着武器的地方你多做几次数学 因为他等一下就要派上用场了 这次的集中考要用 所以你的念书是有范围的嘛 可以了解吗 所以你今天你在练习这件事情 这是武器 然后你的练习就会有目标 要不然你会很容易掉入一个情境 就是说我要练习画手 我练习画手的时候 我要先把手比各种动作 手的各个角度 全部都画手才行 其实不一定 在你的创作目前是只要做到 人灰灰砍武器的这个情况下 你要你的练习就围绕着这几件事情 去做就好了 这样你才会有目标 然后你的练习才会集中 你才能够撑得比较久 了解意思吗 当然有些最基本的创作能力 它可能是这样子的 你要先能够满足到出新手村的 你的知识储备量必须满足能够出新手村 到这个等级 就是我们的基本透视什么的知识 你有了 然后你可以自己 就是你满足了做创作的一些条件 之后呢 你出了新手村之后 你才做这件事情 不然像现在 你还没有任何的基础 你就要去画人灰砍大刀 你可能在躯干该怎么画出透视这件事情 你就卡住了 就是这个身体该怎么画出透视这件事情 你就直接卡住 我不知道要怎么用透视的方式 用就是有结构的方式去表现我的人体 这件事情它需要的是透视知识 如果你还没有 它就没办法让你 让你围绕着你的创作去练习 所以你得再退回更前面的地方去练习 也就是我今天讲的 你的知识点 你最好是跟自己有关 不要太遥远 然后用创作来去把它作为你练习 就是集中的目标 你的练习就会有范围 比较不会枯燥 当然 凡事会有一些例外 有一些限制一段学的知识 在未来某天才会派上用场 但是那个 假设啦 我现在提的 其实就是叫做刻意学习 如果你想专门学一件事情 我特别推荐你 去思考刚刚上面的 说的是 我总结一下 就是你会重复被应用到的东西 才容易被记住 所以会重复应用到的东西 多半是你工作或生活中 你会用到的 然后工作或生活中 会应用到的这些知识 OK 所以你不要一开始就选 跟你现在太无关的知识去学 因为上那些课你最后你也记不住 因为不会被拿来使用 那记住这件事 就是你要能够记住 或者你要能够应用 它有很多方法论 这些方法论是来自于很多的书 很多的那种认知科学的书 这些认知科学的书里面 会有一些学习的方法 学习的概念 你把这些学习概念都弄通了之后 你再回到 他会观察一些课程 观察一些好的课程的设计 你就能够印证 我会推荐你在学画化的过程中 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方法论 然后能够的话 你当然就是 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些书 今天我讲的这个 可以让也有些人受到影响 他会去找这些书来看 然后影响他日后的生活流程 这当然是更好的 因为确实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是有一些同学 他回去不是应用到他画画而已 他还应用到他的生活 我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同学他就说 他之前在学我们的课的时候 他还把思维导图的这个用法 新制图的用法 把他应用到他的专业项目学习上面 结果他学习 他的记忆力就改善了 他学的方法有改善 不只是改了 就是对他画画这件事 还改了他的生活 那我们能够让 同学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 潜移默化的让同学学会学习的方法 更好的学习 这其实就是除了画画之外 我们多给同学的一些 我觉得我希望给同学多给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开应仪式的主要讲座 就是谈谈学习这件事情 讲了一些关于认知科学 讲了一些我们后面同学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在做完练习或上完课之后 他没有目标 那他应该怎么做 围绕的创作练习 大致上我们今天讲座讲的部分是这些